山道猴子忙着过弯 不知道自己已经过热 热到上架一个月 已经超过600万人次观看 YouTube动画山道猴子的医生 说的是一个在超商上大夜班的年轻人 为了满足虚荣心讨好女朋友 以及博取社群平台关注 过度消费被贷款买下重击 最终迷失人生方向 在山道尽速发泄时 撞向了对象卡车不幸死亡 在台湾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被称为三宝 而其重机在山路中尽速飙车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则被称为山道猴 山道猴子连带爆红的 有主角身上这件 莫忘初衷 让人忘了还有小学和高中 主角上班的超商 有没有很像哪一家呢 超商业者跳出来说 我们是Family Mart 不是Farting Mart 莫忘初衷啦 有量饭店呢 也抓紧了推出 乐高版的重机杜卡迪 喊话不用全袋也能买 轻松升级当A哥 诶 你刚刚过弯好快哦 让杜卡迪的台湾官方账号 都跑来暂虾 有时候还会给A哥载去跑山 你们现在是说我被绿了吗 你被绿了吗 购物平台推荐你安全帽 扛得住意外扛不住外遇 出来跑都不揪哦 对啊 自己上来是怎样 财政部说啦 揪啦哪次不揪 揪你参加财政部路跑 动画片尾鼓励大家 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多过于现实中 语出自哪里呢 有书局指点你了 来看看吧 就出自这本 希腊哲学史 解了一个货 钱到用时方恨少 连书也是 华视新闻华明会 邱荣庆台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